你敢相信吗?你绝对不敢相信 这是发生在监控下的真实一幕 视频中小男孩的皮球不慎落在了葡萄架上 妈妈抱着小男孩试图取下皮球 显然这位妈妈是高估了自己的海拔 好在外出工作的丈夫及时赶了回来 丈夫看见眼前的这一幕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也知道他们母子正在为取皮球而困惑 只见丈夫手里拿着一把五米之长的铁锹 对着皮球注视思考了良久 而后做出了一个高智商的行为 瞬间让铁锹怀疑自己没有一点用 铁锹被放在了一旁后 他试图尝试跳起取下皮球 显然同样也是高估了自己的海拔 随后让妻子去找一个工具来帮忙 注意看视频中出现了一个梯子 梯子难道是透明的吗 丈夫一再二二再三地试图跳起 奈何根本拿皮球没有盯点的办法 一时间丈夫赶到了不知所措 很快妻子就从屋里拿了一个凳子出来 丈夫接过凳子放在了地上 尝试站在凳子上取下皮球 就算是已经都跳起来了 不过自己的海拔依旧够不到 丈夫让妻子从心再去找一个高一点的凳子 很快妻子就抬出来了一个更为高的凳子 显然这个凳子是非常的高 丈夫一时间展现了他聪明的头脑 他知道将小凳子放在大凳子上 突然妻子提醒丈夫那儿有个梯子 丈夫这才缓过来神 自己怎么就没有看见 随后他们搬来了这个梯子 梯子的长度很显然是够得着 丈夫小心翼翼地将梯子搭好 在确定梯子的位置对着了皮球后 丈夫爬上了梯子之上 但他却利用梯子站在了凳子之上 站在凳子之上依旧还是够不着 所以就让妻子赶紧去拿一根木棍 丈夫接过木棍后对准皮球顶了上去 最终皮球掉落在地